嗨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立得菜园系列影片 这里是日本祈福县 这个是我这里近期的气温条件 不知道你那里是什么季节呢 这段时间呢 我主要是在做整土的工作 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家庭菜园 从整土到栽种之间需要操作的一些工作流程 我分享的这些呢 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比较基本的操作流程 其中呢 在基本的流程熟悉的基础上呢 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小变通 这些整土的操作呢 我在实际的种菜过程中呢 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个人感觉呢 非常的实用又简单 分享给大家 特别适合于新手的家庭菜园 有机栽培的朋友 感兴趣的朋友呢 一定不要错过哟 首先 咱们现在手头有这样的一块菜地 不管是新开垦的 还是已经种过菜的 土生呢 大约最好在30公分左右 这样的土生 除了牛蚌 山芋等长根菜以外呢 大多数的叶菜果菜都没问题 在种前 我们要有一个计划 要在一个多月之前呢 就要想好哪里种什么菜 因为呢 后面下底肥会有一定的区别 好 首先第一步 去掉土壤里的杂质 小石子呀 碎草叶呀 或者前次栽种的 枝叶残留等等 第二步 在栽种前一个月左右 放堆肥等 调节土壤的微生物环境 以及透气性和保水保肥性 这个时期使用的堆肥 大多数是肥力较低的材料 它主要呢 作用于土壤的微生物环境 是用来养土的 我们有机栽培的话呢 养土这一点非常重要 并且有些堆肥 比如说马牛粪堆肥 质地比较松软 在养土的同时呢 还可以调土 提高土壤的透气性 以完熟发酵牛粪堆肥为例 一平米大约使用1.5公斤左右 如果是土质粘重的话 可以多放一点 如果是酥松的杀质土呢 就少放一点 或者是呢 选择性质稍微比较粘一点的 辅液土来使用也比较好 把堆肥放进去以后 全面的同土壤进行一次搅拌 把它们拌匀 关于调节土壤的物理性质 这一部分呢 我以后会做几期具体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 这里呢 就有一点小便通 如果大家使用的不是上述的堆肥 而是自己家发酵的堆肥 如果你发酵在半年左右 不确定它是否完全腐熟的话呢 一定要提前两个多月 给它埋到土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它在土壤里会进行进一步的腐熟 在下一步栽种的时候呢 不会对植株造成任何的不好的影响 第三步 放石灰调节土壤酸碱度 这一步呢 不一定非作不可 新手朋友如果想操作之前呢 请先测一下土壤本来的酸碱度 那可以参照上面的卡片的视频 再对照自己想要栽种蔬菜 适合的酸碱度 来决定是否需要调节 以及调节的时候使用的量 以最常用的苦土石灰为例的话 一平米上提一度碱性为例 大约需要150克到200克 大约一般人的手是三到四小把就好 这里边跟大家说一下 用石灰来调酸碱度 从放堆肥来养土 这两个操作呢 中间一定要间隔两周左右 它们可以前后颠挡 不必在乎谁前谁后 但是中间一定要间隔 防止它们互相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 影响土壤的本来的性质 这里呢 同样有一个小变通可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是新手朋友呢 你不会去算这个比例啊 又觉得比较麻烦的情况下呢 建议大家使用贝壳粉的有机石灰 有机石灰的话呢 它可以调节土壤 也可以提供钙质 而且呢 它不会烧根 不拘于食用的时期 只要在下底肥之前 任何时期拌到土里都没有问题 第四步 移栽前一周下底肥 有机栽培的情况下呢 底肥我们使用肥粒大鱼 牛马粪猪粪粪等 发酵堆肥的肥料 比如说发酵油渣粪 发酵鸡粪粪 自家玩熟 发酵厨鱼堆肥 蝙蝠粪粪粪 羊粪粪等等 也有这样提前配比好的 店里卖的肥料 这样的肥料上面有写 适合于什么菜 什么时期 各种菜使用的量 特别适合于新手朋友来使用 底肥使用什么肥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 想要种什么菜来决定 如果你想种叶菜类 建议大家使用淡肥含量比较高的底肥 那叶菜类呢 又分生长期短 收获期快的 生长期长 收获期长的 生长期短 收获快的菜呢 只要放以淡肥为主的底肥就好 不用考虑其他太多 生长期长 不断收获的蔬菜呢 要再给它配适合的磷甲肥 这样呢 才能够保证它的净叶根系比较健康 长期的能够生长出新的叶子来 或者是说在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植株 达到最后收获的目的 刚才说的是叶菜类的底肥 那么果菜类呢 大约也同叶菜类肥料底肥的基础是相同的 只是果菜类呢 它们开花结果需要消耗大量的磷肥 做果又需要钾肥和钙肥 这样的话呢 底肥呢 就要以淡肥为主 再配合适当的磷肥和钾肥 那磷肥非常特别 特别是有机磷肥 有机磷肥的情况下 它被分解和吸收的过程非常缓慢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有机栽培 追加使用磷肥吸收的效果非常的不好 当然呢 也有特例 在有机磷肥当中呢 有一种肥 鱼粉肥 或者是发酵鱼肥 它的这个磷的分解速度和吸收速度呢 是比较快的 可以用来做追肥来使用 那后面呢 会给大家具体的讲解一下 那果菜类的底肥 食用的肥料呢 日本这边的朋友呢 我推荐大家 以丸熟发酵油渣肥为主 配合食用骨粉肥 和适当的草木灰 这样的话呢 能够达到一个蛋铃甲 都持续供应的一个目的 骨粉肥呢 它分解的特别慢 吸收的特别慢 所以它的肥力缓慢而持久 特别适合于底肥来使用 前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鱼粉肥呢 如果在掌握了各种蔬果需要的这个磷肥的含量 基础上可以有一点小变通 就是在有一些需磷量大的蔬果 比如像西红柿啊 各种不断收获的瓜类啊 这些蔬菜的话呢 你可以在开花和做果以后 适当的给它一小捏鱼粉肥 来给它补充一下它的鳞肥 使用鱼粉肥 大家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一定要少量 一小捏就行 第二点呢 一定要伸湿 湿肥的位置呢 要在植株根系的前端 还要离一个五公分以上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防止这个鱼粉肥的味道呢 招来虫子和鸟兽等 来把这个植株给破坏了 另一个呢 是它的肥力比较强 分解时候产生的热量呢 防止烧到更新 好 前面跟大家说的是 不同的蔬菜 怎样来考虑下底肥的种类 那也有一种省心省力的方法 就是像这种 前面说的这种 店里边已经给你配比好的 它里边会写什么成分 肥力比是多少 适合于什么时期使用 适合于什么蔬菜 使用量等 这个呢 用起来非常的省心 那如果是你家里边的菜园不是很大 可以使用这种肥 虽然稍微有点小贵 但是呢 非常的省心省力 适合于新手的有机栽培的朋友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底肥的湿入方法 底肥的湿入方法呢 有两种 一种是呢 大面积的撒到土壤 全部给它绊倒土壤的深处 这种施肥方法呢 它适合于同一个面积栽培同样种类的高阶感的需要深根系的这样的一个作物品种 另一种底肥湿入方法是定位集中湿入 集中湿入的方法呢 底肥只需要使用刚才说的全面湿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就够了 它适合于在同一个范围内种植不同种类的蔬菜情况来使用 当然 底肥湿的少的情况下呢 一定要根据蔬菜的种类在不同的时期呢 就它进行一点追肥 这样才能保证满足它生长所需要的肥料供给 不管是哪一种底肥的湿入方法 底肥湿入的深度都要在地面下25公分以下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你不管是移栽还是播种 都不会在底肥肥料生效的时候呢 伤到幼苗的根系 同样呢 上面有一定的土层覆盖 这样的话呢 能够有效的防止肥力流失 底肥放进去以后呢 一定要同底肥周围的土搅拌一下 让它们不至于在土里边结块和板结 好 底肥试好后呢 只要把地表整平 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周以后呢 进行播种或者是移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有帮到你 请帮我点个赞 欢迎留言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